应该有非常多人都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说非常长途飞行的飞机 机师到底是怎么轮班怎么睡觉的 30岁就成为全台湾最年轻机师 更常在脸书上和粉丝互动分享飞行经验 不过现在去和钱东家虎航闹出官司纠纷 寄出存证信函上面清楚写明 本人已经在去年9月22号终止双方的劳动契约 以矿值为由于解聘不合法 还要求返还训练费和违约金 更与法无据爱难照办 原来是因为去年9月6号 王天杰驾驶A320飞日本降落之后 在驾驶舱内拿手机自拍影片 内容被认为是在批评设计不良 随后还接受媒体专访 虎航认为违反飞行作业手册降职为副机师 王天杰表示20号就已经请律师发函终止劳动契约 但虎航27号仍旧以矿值三天于解聘 结雇之后王天杰拒绝返还135万元的训练费 虎航对他提出告诉 其实王天杰驾驶资厉丰富 现年41岁的他 持有美国CFI飞行教练执照 也曾在华信航空任职10年 30岁成为全台湾最年轻机长 直到2015年8月才进入虎航 然而现在双方闹上法院 法院判定影片言行确实可以质疑违反规定 也判定双方定有训练契约 未满两年提前离职必须返还135万元的训练费 而对此王天杰也回应 影片只是比较畸形差异 对判决结果也会提起上诉 虎航则表示尊重判决结果 TBS新闻综合报道